好,各位同學我們繼續來把照片透過皮卡莎抓進來 首先我們要從音波進來 在我們的皮卡莎的左上角有一個音波 按下去音波之後 我們就可以找到我們要的照片 選擇Folder 選擇Folder就是剛剛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的Folder在這邊 選擇Folder 你可以從你的 PC Class Hardy進來 Input all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這照片 就是我之前照的 用我的手機照的 然後把它放到電腦裡面 有三十個檔案 那這檔案為什麼會出現紅色叉叉呢 是因為我早上已經做過了 我已經把它放進來了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 新的照片沒有 Duplicate 的話它不會有紅色叉叉 你只要按Input all 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回到我們呢 Input就是把你的照片從你相機 或是從你的手機裡面抓進來 那你怎麼不從Google Plus 你上次就是教我們Google Plus 對可是我們現在要去編輯照片 然後最後要丟到Wear Open 所以我們用 Google Plus不能編輯嗎 可以啊 Google Plus編輯的效果 不一樣 那個是叫做陽春版的 你記不記得上次我們講到Google Plus 它有一些陽春版 當然它有很多樂趣啊 比如說畫鬍子啊 各位也應該知道 或是做一些什麼特殊技巧 那皮卡薩不能做嗎 皮卡薩 應該也可以做呢 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因為皮卡薩它比較專業的 那一般來講 應該用皮卡薩比較好囉 對 如果我們處理個正式 所以我就不要去記 那個Google Plus 那個是 Four Fun Four Fun OK 或是快速 OK 對 要送你拍照的時候 呃 如果在 我們現在是講到 如果在 把他install 放在 放在皮卡薩比較好啊 我們講說 第一個步驟是要處理 我們現在要先處理照片 對不對 處理照片是什麼意思 我們現在要先處理 才能分享啊 所以處理照片的時候 我們上禮拜講 你可以用皮卡薩 你也可以用Google Plus 你也可以用其他的 甚至你買個相機 它就會送你一些軟體啊 有沒有 在台灣也有一些 軟體你也可以拿 拿用 但是我們這邊為什麼用皮卡薩 是因為我們 皮卡薩在處理照片上 比較專業 可是他時間上 可能不像Google Plus 你按兩個鍵 他就上去了 你可以不用處理 就直接分享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看成是兩個動作 處理完再分享 如果你用Google Plus 甚至不用處理 就直接分享 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你照完就可以 現在年輕的人在手機上 按完照片以後 就直接 Facebook就看到了 他直接分享 可是我們需要 各位學一下 怎麼樣去處理它 甚至以後你還要去 管理它 這些照片 你要加上它名字啊 什麼 好 去憋底它 或太暗的部分 你要把它弄亮一點 嗯 好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各位 學到一個 比較專業的 一個處理照片 好 各位可以看到 我有 一些照片放在這邊 那甚至我可以在這Folder 把它這個Discretion放進來 沒有 我寫了 We have a very good time to enjoy a B meal In Newport seafood restaurant 好不好 這是我 把它這個Folder 資料夾放上去 然後地址也打上去 好 那這個時候 各位可以看到 這是我手機照的 那我們怎麼樣去處理 這一照片 很簡單 當照片進來之後 Oh by the way 我們先來看一下 剛剛我們是不是有 按Print Screen 嗯 如果你呢 皮卡薩 抓到的話 它就叫做 Screen Capture 嗯 你就不用小話家了 直接就抓進來了 OK 有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 在皮卡薩裡面的 對 我抓了幾張 這張照片是我最後抓的嘛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各位這張照片是不是很熟悉 剛剛抓的嘛 對 班長這張你有沒有學到 這張 剛剛不是抓這個 剛剛抓的是它大門嘛 對 我們 剛剛大門是用Safe Image 喔 這張是用Print Screen 喔 對 我們班長沒有仔細 如果我這邊是 一個林志玲 Print Screen 班長可能就馬上看到了 哈哈 是不是 來 這張照片是很熟悉 我們可以看到 整個螢幕都被我抓下來 包括我上面的 有沒有 網址 包括我下面的 Text bar Windows的按鍵 這些不是我要的 我只要中間這一塊 所以我要用Calk 去裁 裁剪 裁剪 把不要了裁掉 對 好 各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第一個我們 要處理照片 所以我們就 處理照片叫Calk 就是裁切 對裁切 就是我從左下角把它拉上來 欸 拉上來奇怪 為什麼拉不過來 因為這比例的問題 我這邊比例是叫做Standard Screen 4比3 這樣子的話 不是我要的比例 我就把它改成Menu Menu就是你任意拉的比例 任意拉 因為這個螢幕的畫面的關係 所以我就把它拉到這邊 拉完之後咧 我就用Apply Apply就是 確定我要的效果 這張照片是不是被我抓下來 可是左上角是 有一個紅 那如果我們沒有小畫家 是可以下筆砂把擦掉 那這塊就會白白的 不過俠不演喻啊 我們可以看到這張照片 是不是把它做完 然後按右鍵Save Save之後咧 這張照片基本上就處理好了 當然你也可以加一些 你Save到哪裡去 Save在我的Disk 那這張照片 因為是從螢幕上抓下來 所以它自動會放在一個 叫做Screen Captures 這個Folder 這個Folder不是我要的Folder 這只是它Piccasa抓下來 所以我要把它從這邊抓到我的Sandsgiving Party裡面 這邊有26張對不對 我就把它抓進來 抓過來 直接按滑鼠用Drag的技巧有沒有 用Drag 我再做一次把它抓過來 Drag到我的Sandsgiving Party 第26張這邊 它就會出來叫做 Confirm Move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move the fire to my picture of Thanksgiving Party Yes 它就進來變成27張有沒有 沒有 可是你本來就有一張在裡面啊 沒有 你只是把它裁切掉 那個部分啊 那本來就在裡面不行啊 這一張是在我的Budget裡面 叫做Screen Capture 因為我用Print Screen Print Screen 它自動抓進來 抓進來 可是我要把它放在同一個Folder 因為這個是我照的照片 一破進來 一破進來 這樣子我把照片集中處理 還有剛剛有一些照片 是剛剛從 按右鍵Save Image 記不記得 Save Image的照片咧 所以我們就要把它Import進來 Save Image在哪邊 這兩張有沒有 班長有沒有看到 這一張可以這一張 為什麼這沒有打 這個可能沒有抓進來 所以我要把這三張 這邊沒有紅紅的叉叉對不對 表示我漏掉了 把它抓進來 好沒關係 這一張可能焦距不清楚 那我把這兩張抓進來 按Shift 延續選舉 然後用今天的資料夾 然後Import Select Select 兩張有沒有 這 我們再想想看 這兩張從哪來的 工具 網路 按右鍵 然後選擇Save Image 然後選擇Save Image 所以當你有照片放到網路上 你如果不想讓人家看到是不可能 因為它直接按右鍵就可以Save Image 有沒有 然後Import 是不是跑進來 這兩張 然後我還是用剛剛的技巧把它 Drag Drag到我 Drag到我這個 同一個Folder 同一個Folder裡面有27張 有沒有 有沒有 現在變二十九張 所以我們回到這個Folder來看 這是我自己造的 當然 那天 到了比較晚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那個比較暗 我們可以用什麼技巧 用 光線 調整光 明亮度 有沒有 有沒有 比較亮 對 你的家很漂亮 對 開的 那你這樣還要再Save一次嗎 對 改變好 我們投資的 這個是 我在外面 後來裡面停車 停不到 就到外面 停到街邊嘛 然後就在旁邊照一下 然後在進來之前照的 然後我就把它再用一個明亮度調整 為什麼 因為 因為我希望照片讓人家看得比較清楚 好 然後 這一張是特寫 嗯 五一八是什麼 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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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再亮一點 有沒有看起來比較清楚一點 嗯 嗯 當然你也可以用這個 這叫什麼 仙女棒 仙女棒 仙女棒的意思就是說 一樣讓皮卡莎自到半條 自在門口 可是我覺得這張好像不是很好看 所以我就 不需要它 我就右鍵把它Delete掉 對不對 Delete from disk 嗯 好 scissors 蘋軟